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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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我們的網站叫 helloCities Cities 為什麼是複數呢 因為我們現在的商店呢 目前我們網站叫 平衛程式生 度語 然後待會讓大家介紹一下 然後想先問一個問題 就是大家有沒有聽過 有任務的旅行 有 有 那其實有任務的旅行 我自己呢 當然就不是我們網站說了 那我自己是從豐米島 不知道大家知道這個網站 豐米島這個網站 他提出來的 然後當然他們所做的規模 我覺得是比我們大很多 那我們helloCities 其實是一個小網站 那其實我們講的主要就是 平衛程式 然後呢 關於旅遊的部分呢 其實我們也是想要講 這樣子 先介紹一下網站好了 那網站的目前呢 其實我們是有三大城市 我們主要是瘋子在這裡 也不能講用瘋子吧 但是我們主要是 關於旅遊內容呢 有三個城市 我們介紹蠻多的 那第一個就是紐約 第二個是巴黎 第三個就是我們的台北 那為什麼是這三大城市呢 簡單來講就是 我們是從紐約開始的 那因為我們團隊的這個 我們的戰長 他們他本身就是 台灣留學生在美國留學 然後現在在美國工作 所以我們隊長 隊長做紐約的部分 所以我們紐約的資源 其實是蠻多的 然後巴黎的部分 本身是因為我 諸多巴黎的時候 都會被你比較了解 那當然我們覺得 我們的家鄉台 我們台灣的首都 台北其實是可以跟 這其他的城市定裂 因為我們覺得 我們覺得台北 是一個很棒的城市 所以我們把他們放在一起 那主要是這樣 然後呢 我發現呢 我今天的這個 PowerPoint的照片 其實準備不夠多 所以待會跟大家講的時候 大家就用想像力 或者可以上我們的 HoloCities網站 然後我現在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我們的 HoloCities青年旅行家 有任務的理性 我們是 今年已經是第三屆了 等於說我們辦了三次這樣 那我們在2012年 是第一次辦 那這邊可以看到照片 就是民宿老闆 然後也是我們站長 然後跟這些第一屆青年旅行家 的圍照 那其實簡單來講 我們這個青年旅行家 的活動就是我們網站 我們提供 每年我們就是 會辦一個這樣的 針見比賽 然後我們提供 台灣的年輕人 我們是有年齡限制 就18到30歲這樣 然後呢 所謂的有任務的有限 當然就是 不是只是去吃了玩了 就是我們會給的主題 然後呢 今天呢 就是要 呃 根據我們的投稿 然後我們會有評審一些 那我們主要就是 等於說我們贊助 這些青年人 然後我們有提供你 免費的住 呃 民宿 然後還有一張機票 可以到紐約去 執行這樣的任務 那我們每年會寫出 三組 三組 然後呢 這邊講一下 這個是第二屆 也就是說 去年我們舉辦的這個主題 就叫做 紐約玩染看到台灣 像我們剛才那個很精彩 就是講我們台灣在地旅行 那等一下就是要把台灣 帶到世界去 然後讓世界看見台灣 那我們上一屆就叫做 紐約玩染看到台灣 那我們講的是 紐約拼創意 讚台灣 我們其實 當初在主辦這個 有任務旅行的時候 我們是希望說 給台灣的年輕人一些機會 然後讓他們 可以在這樣子去思考旅行過程中 可以去觀察台灣的土地 然後呢 甚至是在國外去思考 怎麼樣讓台灣人被外國人去 更多認識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知道說 我們出國去 然後跟大家介紹台灣人的時候 大家常常都會覺得 都不把台灣聽成開人 所以你就會覺得 會有點傷心 真的 你會覺得台灣明明就很棒啊 但是其實我們在世界的能見度 確實很低 確實不高 標準很低 那在我們這一屆的活動 我們其實還有在 我們還有介紹就是 台灣十大之美 然後讓這些參賽的人 他們可以去出一個任務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像我們去年就選錯了三組 然後這個是第三名 他們的任務就叫做 搭茶交媽祖 愛心變春 留紐約 這什麼意思呢 其實紐約它有一種 叫三輪車 它是觀光門 那它會有車夫 然後你如果要搭 你要付錢 然後車夫就會帶你一程 這樣 有點像高光三輪車 那這兩個小女生呢 他們的任務就是 他們希望到那一邊去 然後去免費的去 載這些外國朋友 然後載他們一程這樣 然後告訴他們 讓他們知道說 我們台灣人是非常的熱情的 那我免費載 然後在後面的時候 可能有乘客的時候 那另外一個他的搭檔 就會跟他介紹 欸我是來自台灣 那台灣有什麼好 然後他們也會準備 就是台灣茶 然後給這些乘客 給這些外國人去品茶 就等於就是去行銷推銷台灣 那其實他們這一個任務 其實是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他們小女生 要實驗三輪車 是非常辛苦 而且他們到紐約的時候 他們還接受了測試的訓練 那過程其實蠻精彩的 然後這個第二名叫做 城市風景的音樂書寫 台灣搖滾樂在紐約 那簡單來講呢 就是這也是兩個小女生 然後他們是非常熱愛台灣搖滾樂 他們覺得台灣的音樂這麼好 應該要更多人知道 所以他們呢就計劃 他們就到紐約呢 他們去百刊 然後他們在之前在台灣 他們就去訪問了一些 獨立樂團 多立樂團 然後他們去製作了 兩張音樂回擊跟這個 書 這個看 看物 然後他們就在紐約的街頭去推銷 而且他們去販賣 那除了這之外 他們還去拜訪了很多 紐約的獨立唱片行 然後去跟他們推銷 然後請問這些唱片行 願不願意販售 就是販售紐約的 台灣的這些唱片 那這個去年第一年 去年第一年就這樣 他們的叫說說看你知道的台灣 這個我有準備了一小段的影片 待會兒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嗯 是 OK好 好像是現在 我們來看一下 那你可以幫我直接播到 因為這影片大概九分鐘有點長 可以幫我直接拉到中間來嗎 嗯 嗯 我可以看到大家看吧 稍微看 嗯 我們來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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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好地方 去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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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對 我現在去浴室 做一個好地方 嗯 好地方 我來看一次 我來看一次 我可以看一次 三個月 可以這樣嗎 可以請大家看看 我沒有說 我今天予至於 香港政府 姿勢 香港政府 美國公司 香港政府 現在 中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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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晴 自然 中國政府 在中國政府 我的語言是不太容易 他會對抖嗎? 少女情不太容易 我起碼 我會不會聽到 我會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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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臉 人們看來這邊是 最大型的 真的 最大型的 超熱的 超優秀的 真正有 超級棒的 還真好了 是嗎? 哇 真棒 西文町 西文町 我喜歡西文町 我喜歡西文町 這個很精彩 仔細看一下 我喜歡西文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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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可能 實際很貪心 可能覺得那麼大顆的這裡 那其實他們的任務就是 到紐約去問 所有人問想到台灣你想到什麼 那其實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上 Hallocities的網站 大家可以看到 搜尋一下YouTube也可以看到 今天影片真的非常精彩 他們大概有九分鐘 我來本集了 那我們其實我們接下來七月初 應該說七月五號 紐約時間明天開始 我們就會有這一屆的 青年旅行的家第一組 去那邊會執行任務了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就可以 上我們的網站看 然後最後就是我們網站其實也希望 跟其他團體可以合作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交流 謝謝